平时要是我们的电脑坏了拿去修 一般情况下可能大概也就是花个几百块钱 而下面这位自己电脑要换主板了 可是他实在是舍不得花钱 摆搬四两以后 他竟然是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开房去 在这家宾馆的一间房间里 小伙子一直在求着民警别拍他 我扯了 都我扯了 我的错 我闺蜜些尿 也容易 宾馆房间的床上放着电脑主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咱接到一个在火车弹附近一个宾馆来 报警说是有一个客人 把他们宾馆的那个主板和硬盘 摆下来准备偷走了 被这个服务员扎放手洗洗一个发现了 小伙子估计是嫌丢人 所以一直求着民警别拍别拍了 至于为什么要跑宾馆偷这东西 人家这理由还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呀 他说自己是在一个新区一个工地打工了 他自己的电脑坏了 他为了剩这个修电脑这个钱 他就断气了这个歪坠 向着去九点开的房间 就趁服务员不足以把这个硬件拆下来 回去后修他自己的电脑 然后对他做出把罚款八百元 去六十天出发 为省钱想出这么个招 最后落到这个下场 也只能说他是自作自受了 在订阅之后 就会让人了解